下周黑马要选谁 三四档股票任君挑选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财经吉时通 我是Cindy 上周五的时候台股下跌了一百多点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费的主席 准备要加速升息 导致最近台股和美股都一度的重挫 看起来最近台股真的是操作难度很大 那今天本节目就有准备一档选股攻略 是我们的分析师 针对了下礼拜准备起涨的三十档股票 进行一个分析 欢迎大家到群组里面进行说去 那我们就欢迎今天的分析师 基文明基老师 Cindy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台股居然走跌 为什么会走跌 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 就是因为礼拜四晚上 或者是我们说台股的礼拜五的时间点 鲍威尔发表讲话 那他释出了一个比较鹰派的 货币紧收政策的一些言论 导致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狂飙 飙到哪飙到2.96 那这个数字已经回到了 2019年以来的最高点 所以当然根据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节目 我们都告诉你 十年期的殖利率往上走的时候 对科技股就会带来压力 所以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指数 在礼拜四晚上的时候 怎样跌了2% 那他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形态 相对于科技股来讲的话 以工业跟金融为主的道琼工业指数 他的形态就比较漂亮比较强 但还是一样下跌了1% 所以你说礼拜五台股会有什么好脸色给大家看吗 当然不会嘛 一样是一开盘 直接跌了160几点 虽然最后往上拉只跌了100多点 可是有很多的股票不断的在破底 不断的在重挫 那我们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的节目 告诉大家 你的资金要往强势股去走 要往那些受贿股去走 有一些消费性电子的股票 你就先避开嘛 这么危险 你不要看到它低 觉得很便宜的 你就去减 因为你不知道天上掉下来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刀子 那我们在这个礼拜的时候 虽然台股比较震荡一点 而且你看礼拜五的时候又在下跌 但其实我们这个礼拜 我们不断的去往强势股操作 有没有获得一些比较好的绩效 当然有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上个礼拜五 也就是4月15号的时候 我们买了哪一档股票 买了昇华科 6492的昇华科 当天买进当天涨停板 4月18号就是这个礼拜一的时候 怎么样 又涨停板 而且是跳空涨停 再来4月19号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了昇华科 一开盘就涨停 那我们在涨停板的附近先卖一半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二 也有涨停板 再来到什么时候 4月20号 这个礼拜三 我们买了哪一档股票 6806的昇华能源 一买进又涨停 所以我们礼拜三又有涨停板了 再来礼拜四 我们又有股票涨停板 是哪一档股票 就是我们买的义德 那义德这档股票 在礼拜四的时候 也是一样 一买进 过没多久就攻上涨停板 再来是到礼拜五 4月22号的时候 我们之前买的元展跟九玉 也都双双攻上涨停板 所以你会发现不管这个礼拜 在台股大跌 还是在大涨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股票都能有所表现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往强势股 去做布局 那这样子能够最容易抓到涨停板 这样子看起来 好像就是一个很必然的结果 那这个时候 你看一下上礼拜五大跌 但我们的股票 你说它有一开盘就涨停板 或大涨吗 没有 没有 它实际上面在开盘以后 甚至还落到平盘以下 那我们在这段期间里面 不断的有新朋友加入我们的家族 那我们也是教大家要怎么去做换股 所以在礼拜五的时候 有投资朋友刚新进来 那他手上有一些套牢的股票 我们只是请他先卖掉 那卖掉以后买什么 买一档就是这一档九玉 那那个时间点大概就在平盘以下 他买得非常漂亮 他买在绿的时候 结果收盘竟然涨停板 所以为什么你必须要换股操作 因为你换股操作才有机会 你手上一直抱着那些不会涨的股票 他不会动就是不会动 但如果你换股操作的话 这些股票是有机会大涨的 那是不是你就能够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创造获利呢 那3669的远展我们买得更涨 我们在4月初的时候就先布局了 在上个礼拜已经先大涨 在礼拜五的时候又攻上涨停板 所以你会发现资金不断的 在这些强势股里面围绕来围绕去 有一些弱势的股票 虽然偶尔可能弹个3% 弹个5% 但也就是这样子弱势反弹 弹一下下就没了 我认为这些股票 大家还是要先避开 那我们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在Telegram里面 也告诉过大家 到底哪些题材是属于受贿的产业 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 那你看我们在每一天的时候 Telegram前面都会有盘前的资讯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另外在盘中的时候 我们也会分享一些 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要把眼光 放在哪些族群 像是网通啊 还有航空涨价啊 那其实我们点名的这些族群 在礼拜五的时候 表现都不错 里面都有上涨的股票 跟一些跌得很深的电子股 比起来 其实你只要把目光 放在这些股票身上 你就比较不容易受重伤 甚至还可以从中获利 那我们在下个礼拜 到底黑马是哪些 我认为资金 一样会在强势股里面围绕 因为趋势不容易形成 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 所以下礼拜最有机会 大涨的30档股票 还有这30档股票的关键价位 我们会在这个礼拜 提供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来让大家免费索取 所以如果投资朋友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进来我们索取这份资料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财经直通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老师详细的分析 想要锁定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记得一定要锁定老师的LINE 跟Tilogren哦 财经直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